我没想到 花花荷叶还在马卡巴卡市 润月已经发情翘尾巴了 只见二狗难受的翘气尾巴蹭爱九 九九虽满脸无奈 但却很包容她 偶尔还会贴贴二狗安慰她 直到忍无可忍才一口咬向她寻定 相较之下 金嘟嘟才是真正的雄狠话不多 当初姐姐滑萌萌发情冲着她翘尾巴后 正在炫饭的金嘟嘟二话不说 直接用脚堵上 像极了不解风情的愣头清新二 如今的韭菜花叶天团中除了二狗 爱九和花叶姐妹都只是会马卡巴卡的宝宝 甚至自从花花叶子把幼年圆干倒闭后 每天想的不是学习而是护欧 只见花花凭借体重优势牢牢压住妹妹 还试图扇走叶子面前的空气让她窒息 叶田田就纵容姐姐胡闹完全没有还手 但由于叶子经常放海偷偷让着姐姐 我们的霸王花物以为自己又可以了 但实际上还是手无腹肌之力的战武渣 只见花花正在喝水叶子突然雄来风 跑过来把姐姐拱进了水池里 怕水的花花马上以最快的速度爬了上来 并化身钻头花疯狂抖落身上的水 不管叶子如何撒娇花花都不搭理她 之后更是坐到木架上用熊爪不停扒了木头 小嘴像抹了密室的骂骂咧咧都快吐白磨了 虽然听不懂熊猫羽但看得出花花非常生气 不过要是韭菜花叶天团还没有分开 花花肯定被欺负的都没时间生气 每次钓猫时它都会被三个土匪熊口多食 尤其二狗抢得最凶吃着嘴里的盯着花花的 谭爷爷都表示不敢给花花喂太多怕把二狗撑死 甚至二狗还因太能吃被饭扫光公司任养 有时他还会跟爱九一起欺负花花 只见花宝鸡正安安静静地吃着竹子 谁料二狗过来直接一屁股坐到他身上 花花不停挣扎还扭头跟爱九姐姐告状 没曾想爱九不仅没解救花宝鸡 还伸出大长腿搭在他脑袋上继续干饭 花花被这雄生难以承受之重几的快变形了 可二狗吃着吃着还直接躺到了花宝鸡身上 而爱九则是顺势把脚放在了他的脖子上 女明星一脸的生无可恋只能被迫选择逃 心想早晚有天我扭呼噜花将夺回一切 不过如今二狗已经变成了大姑娘 甚至比花花还小的香果也都发情了 看来女明星注定当个无忧无虑的宝宝 和叶子妹妹打打闹闹度过雄生每一天 小五两灯央视成虫洞心境顶 约二馆长瑟瑟发抖孔地位不保 这天馆长抱着蛙哥拍央视宣传片 结果咔咔几张下来全是小五在释放个熊妹 只见圆滚滚的蛙哥对着镜头扭成了麻花 高抬腿决定不过瘾还来了个一字马皮 估计馆长正在吐槽这简直比过年的猪都难抓 随后蛙哥被累到气喘吁吁的馆长放了下 小五立马咬住对方的袖子不停施掌狐媚子功夫 内心OS想升职就必须先和领导打好关系 但以蛙哥的名气当个二馆长也是小菜一碟 毕竟前几天他的伴随生日会也登上了央视 不愧是二三届顶流小熊火山哥排面杠杠了 而且就连奶爸也被火山哥的小把戏争取 只见他满脸喜悦的举高高接蛙哥回家 隔壁艾艾看呆了不可思议的张大嘴巴 随即不屑地扭过头切狐媚子谁还没被抱过 不知艾艾得知自己二馆长地位不保后 还能否这么淡定地当吃瓜群众 这天大孝子蛙哥因吐槽老妈腰粗屁股打 盲仔听到后气的一掌把好袋拍到地上 骂骂咧咧到兔崽子老娘不发为你当我是病猫 别看蛙哥年纪小却是同龄熊中挨揍最多的 如果说艾艾越狱是想找二孙妈妈去 那火山哥越狱一定是想保住自己的小狱 但不幸的是蛙哥很快就被老妈发现了 因为小五太重盲仔只揪下一撮脑袋毛 随后更是直接咬着火山哥的胳膊肘往前挫 不得不说蛙哥能活到现在也是挺不容易的 这天小五为了逃避军训四处躲仓 聪明的他还知道爬上假山占据有利地形 随后找准时机给了妈妈几个大肚子 只能说火山哥跟腹猪猪有一拼都是越错越勇行 当初蛙哥好不容易征服一棵参天大树 结果第二天就被奶爸用工具砍掉了 只应担心穿开裆裤的火山哥扎屁 小五表示出发点是好的但先别出发 或许是觉得火山哥实在太憨憨教不会 芒仔干脆带着蛙哥在窗边观摩可爱兄妹爬树 只见蛙美小熊爱姐干尽失足地往树上爬 小五恍然大悟原来爬树头要摆屁不要用 随后芒哥终于征服了熊生第一棵树 见此情形芒仔既欣慰又气愤 能看会不早说本宫熊掌都拍疼了 不知芒仔军训教学第二次又是什么呢 熊猫下班有多积极 多待一秒就是对自己的不跟踪 普发银行家大少爷普普上班默于百滥 到了下班点多待一秒都不愿停热 直接翘起脚丫踩在墙上开始跑跑大门 不愧是豪门继承熊硬生生敲出了上楼塔 俗话说有卧龙的地方就必定会有云 她的妹妹发发同样阻打下班不积极脑壳有问题 这天奶妈还在熊社勤勤恳恳地打扫卫生 可下班铃声一响发发就强行把屁股塞进门口 随后不顾奶妈撕心裂肺地阻止硬往屋里 哪怕脑壳被门框撞出一声闷响也不在乎 发发内心OS这破班谁爱上谁上多一秒都不行 虽然雅依上班期间空中瑜伽翻滚档 鞦韆玩得不停 下班铃一响立马整顿职场 还自己动手关门 心想一天天的泪洗熊了加班什么的都见过去吧 但这天小熊经雅依再次自助下班时 突然发现门坏了怎么拽都拽不动 她无奈长叹口气任命回到房内继续上班 就是说雅依这人里人气的样子怕不是成了惊 都知道萌二平时乖巧可人是知听话小熊 原本这天她活蹦乱跳地跑出来跟姨姨们互动 谁料下班铃突然想起再加上地面被太阳晒得烫着 萌二紧急刹车随即像兔子一样窜回去 边跑边喊腾腾腾这地面会咬熊爪 大美雄华丽上班除了吃就是睡 其余时间都坐在门口等下班 表面风轻云淡实则内心早已疯狂 上班上什么班 这天挖梅小熊香果正躺在地上吃竹子 突然到了下班时间她赶紧侧而仔细确认 接收到信号的她扔下竹子就跑 这玛丽的身姿很难不怀疑是两脚受假扮的 这天香果想提前下班就坐在门口乖乖的 左等右等不见奶爸干脆躺下直接摆满 还知道对着摄像头控诉对方残忍欣慰 像极了幼儿园幼崽放学等大人来接 猫界最强整活达熊灵烟不光会淫逸 就连吃饭和下班都是最积极的 吃饭了 你吓我一跳 当胖颜叼着粉色王八克打算露一首时 突然下班领响了她立马甩飞丸子 目标明确直奔熊洞而去 甚至还会踹一脚心爱的小黄鸭助助行 感觉胖颜要脱掉熊大衣接孩子放学去了 而巧克力熊七仔下班就比较有礼貌 只见他折返回来翘起脚脚打招 姨姨们记住买鞋就买红星耳克 不得不说七仔是有点敬业精神在身上 网友们还知道滚滚们哪些下班去世呢 蓝棉花组合收到央视春晚邀约了 近日谭爷爷带着花花现身春晚彩排 贴心的爷爷还用花宝鸡的小龙帽比心 软萌可爱的花花让人忍不住小龙一把 自此花宝鸡雄声高光时刻在天一步 并且前几日花花还惊喜现身微博之夜 成为各路大咖中最特别最可爱的家 而谭爷爷作为发言人骄傲地介绍自家孙女 只能说不愧是顶流女明星排面就是大 先前成都举办大运会时就选定花花为代言雄 她以卡通形象与谭爷爷一起出镜宣传品 而谭爷爷也连夜用爆炸盐把孙女洗成冷拍屁 争取让更多网友喜欢上娇软可爱的花宝鸡 没多久花花又登上了抖音奇妙之夜 交响乐团演奏着她的专属BGM勇气大爆发 在庄严气氛的烘托下女明星排面直接拉满 就是说哪位花粉看到这一幕能不激动的 作为顶流国宝姜妈也是给足了排面 各大频道纷纷邀请花花入镜 就连萨贝宁谈及花宝鸡语气也变得温柔 花花那个眼睛那一圈黑的呢 面积比较大 就是她的这个眼线啊画的 眼影画的比较大 事实上花宝鸡的名气不仅仅局限于国内 就连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也曾多次出现她的声音 果然任何人都无法抵挡花花的绝美门脸 而花宝鸡之所以能获得众多网友的喜爱 不仅跟她保质期特别长的外貌有关 还因为花花让人们看到了国宝该有的样子 当花宝鸡开开心心往嘴里塞竹子时 不小心松手松枣了到嘴美式不翼而飞 花花小小的脑袋刮里满是震撼 用手笔划着修一下就起飞了可高可快 并且花花和叶子的感情同样令人悖感温馨 虽然瓜弟弟体型能抵两只花宝鸡 但活泼好动的她从不陪下狠手欺负自己 反倒因这几天谭爷爷去北京观看春晚彩牌 叶子摇身一变化身带咱母猫出来炸鸡 花花依赖的趴在地底排熊垫上舒服的 还调皮的啃了两口叶子的胸部 瓜弟弟立着眼小气纵容花花为所欲 姐弟俩互相依偎睡觉的画面格外温馨 而饲养员谭爷爷也对这个大胖孙女情有独钟 接受采访时不停夸奖花花性格好得真不强 因为花花竹子吃得少需要额外开小灶 谭爷爷就在里面加些竹粉补充营养 费尽心思把花花从小没气罐罐养成plus3 爷孙俩的身后情意同样值得大家的喜爱 希望可爱的花宝鸡幸福快乐每一天 谢谢大家